金恶斗罗身为武魂第二共访 魂力高达98级 年龄甚至比千道刘唐晨还要大 修炼天赋也觉非常人能比 靠自身修炼至98级 其武魂黄金恶王更是顶级受武魂 被天使一族可以说是极为忠心 在被千道刘派往来到嘉陵关后 第一次出手便想终结我们的三哥 你知道在嘉陵关之战 身为98级的金恶斗罗最害怕的两个人是谁 众所周知金恶斗罗已经50年都没有离开过长老殿 他并不知道外界有多少位强者 首先第一位让金恶斗罗惧怕的人物 就是浩天斗罗唐号 由于金恶斗罗丝毫不留情 想要击杀唐三 就在这时唐号及时赶快 面对比自己高上一级的金恶斗罗 唐号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反而对自己的实力很是自信 即便与金恶斗罗一战自己也不会输 结果唐号三锤将金恶斗罗给回自闭 就连金恶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输 这次的落败对金恶斗罗打击极大 第二位让金恶斗罗害怕的人 就是那个被称为最弱封号斗罗的独孤伯 单打独都不行 要论团战 独孤伯称第二那就没有人称第一了 在嘉陵关大战中 独孤伯发挥的威力可想 就连金恶斗罗看见独孤伯都不禁浑身颤抖 独孤伯他当然认识 唐号自己确实不认识 但是独孤伯当初进入斗罗殿进行测封时 还是自己给他主持的 最终也陨落在嘉陵关战场中 由于成神后的千刃血 并不是海神唐三的对手 而金恶斗罗为了救从高空落下的千刃血 金恶斗罗接触后更是身受重伤 最终自爆而死 见证了五魂电几代辉煌的金恶斗罗就此以赢